我們現在要教的重點叫做月音三要素 這個是一個沒有什麼科學的話 他說聽起來月耳的聲音叫月音 反之叫噪音 可是這有時候太主觀啊 在很多人聽那個什麼重金屬搖滾 他聽得很嗨我聽得就只有吵還是吵 不斷的吵而已 可是對我而言他叫噪音 可是月耳叫月音這很麻煩 那待會有一個比較科學的說法 就是規則的振動跟不規則的振動 規則的振動的是月音 不規則的振動的是噪音 法律上有法律的說法 但我待會再說 這是一個講法上而已 重點是這個 我們的人聽到很多聲音感受到不同 是因為三個因素 就是響度、音調、音頻 這叫做月音三要素 我們就要教這三個東西 你要曉得它是什麼意思 如果有單位是什麼單位 然後他由誰來決定 由誰來決定 這是你要曉得要會的事情 我們要教響度、音調、音頻 叫做月音三要素 我們第一個叫做響度 響度就是聲音的大小聲 音量的大小 這樣叫做響度大 這樣叫做響度小 大小聲叫做響度、音量的大小 大小就是跟能量有關 所以它是由政府來決定的 它是由政府來決定 由政府來決定 就是能量來決定 它的響度的大小聲 你那調什麼音響的大小 就是調這個 調音響啊、隨聲聽啊什麼的 大小就是調這個東西 響度 響度的單位叫做分貝 就是貝啦、分就是百分之一嘛 有百分之一貝 然後分貝 記得就好了 國中沒有仔細教什麼叫分貝 當會會簡單約略提一提而已 要分貝 這些是一些概略的分貝值 你就看過就算了 不用貝 當會有一件事要貝 當會再說 這個就概略看一看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貝它 那這是長期暴露在高分貝的 分貝的地方 會對身體有害 所以有一個勞工衛生法的標準 也許在公民課會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 如果你的分貝是90分貝 基本上你可以工作八個小時 如果你達到了100分貝 你應該是工作兩小時就要出去了 就要休息 不能在那邊待更久 而對你的身體會造成傷害 這是一個標準 那也是看一下大致上了解 如果以後你是老闆 你就要注意 你的噪音管制要合乎標準 然後勞工不可以讓他 在那個高分貝的環境下工作太久 那麼分貝我們國中沒有仔細教 我們就大致上跟各位說一下 分貝數字每增加10代表能量變10倍 那0指的是人耳聽覺的下限 0分貝不是沒有聲音 是人能夠聽到最小最小的聲音 所以20分貝 20分貝是0分貝100倍 10是0的10倍 20又是10的10倍 所以總共是100倍 這是一個對數關係 國中沒有交對數 所以我們不會有計算 不會仔細說 你只要有個觀念上了解就可以了 觀念上了解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要覺得 70跟60只差10嘛 那80跟70也只差10嘛 就差不多 那個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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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